這邊有兩個山頭 這個山頭叫做壁山山頭 這個山頭叫秦山山頭 這個是38年以後 政府來的時候 才訂這兩個山頭 38年以前 這邊沒有政府沒有國軍的時候 這個本地這個山頭 這個叫什麼 我們馬祖話叫做 嘎啦 當成國語這個 夾沙 好像新娘子 頭上罩著一個白沙 然後長年都是雲霧繞繞在山頂 蒙蒙的 對 所以這叫嘎啦 然後這邊叫什麼 這邊叫什麼 我們以前的馬祖話叫老鷹 老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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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山頭叫老鷹草 長年都有老鷹在裡面 所以都匯在這個面前面 就是山空 所以說我們先民 把這兩個山頭 已經叫做 嘎啦 一個叫做 老鷹草 所以一個叫做夾沙 一個叫做老鷹草 這個是正統的山頭 對 對 然後這個為什麼會變成情商的畢商 這一段裡面 我聽我爸爸講過 38年國軍來的時候 這邊都不識字的 都不認得字 然後要報戶口 戶戶口 戶戶口 然後他有佛舟的老師 像我爸爸 人家就叫他 一拱一拱 那佛舟老師呢 一拱一拱 就把他名字 名字叫陳一將 將齊的將 我妹子他 佛舟老師 降下來就是拱 拱下來 所以說就取這個語音 來定這個名字 所以說早期一說 來問這個村莊 叫什麼村莊 我們百姓跟他講 这个叫做 蟲謝 蟲 蟲蟲的蟲 蟲的蟲 就是 我們馬祖話叫做 蟲蟲 蟲蟲 蟲蟲蟲 我們馬祖話叫做 蟲蟲 蟲蟲 就是說 新米以前 我們福州老師那邊 三十八年來的時候 跟他講 這個村莊 叫做蟲蟲 他就是福州老師 把這個語音 把它翻成国字 翻成国语 但是把它写成群壁 这种由来的 这我爸爸以前在福州练书过 他也晓得 他是讲把这历史讲出来 然后叫做Cumia 为什么他Cumia这两个字 为什么会叫做Cumia呢 他不知道是别的名字呢 为什么就主要他前面有个归岛 你看到没有前面大海里面 海面前面有个归岛 这个也是38年政府定里面的叫归岛 早期这个岛不叫归岛 叫做Cumia Cumia就是刚才我讲的Cumia Cumia Cum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堆的东西 堆在那边 像你们台湾一个大草堆在那边一堆 那就是我们叫Cum 我们马祖话叫Cum 一群 然后这个墙壁 所以说以前以这个归岛来取名 一个Cumia一个墙壁 一个Cumia 对吗 所以这个屋子 那房子的沿着屋子 墙壁再盖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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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来 一层一层盖上来 但是我爸爸讲 我爸爸说过 最早移民出来的人 盖在越山头 越靠山壁 因为说以前有海盗啊 海盗也猜绝啊 他不敢盖在海边 盖海边的是后来才盖到海边 所以说这个导游就把它翻过来讲 先移到居民 先从海边慢慢盖上来 这个错误了 因为以前那个清末年间 这个马祖很大很多 怕抢劫啊 然后先出来一名就是定居在 后面后上 然后慢慢慢慢往前盖 像我这个老祖说 后子在这个底下 我祖父的房子在这个底下 就是在后上 然后呢 后面慢慢往下盖 是这种方式盖下去的 不是从海边往上盖的 因为怕海盗来起劫啊 你海盗来的时候 我住在上面 我先跑掉了 你住在海边 你就跑不了了 游泳关 所以说以前这个 所以说这个 有的岛月都往方向下 然后先搬起来 从盖第一线 然后盖第二线 到后面也是盖最后一些 所以说我们前面有四大族群 一个治理 一个治理居 一个玉西 还有一个西盘里 一个五大族群 都是住在后山这一栋 主座都是在后山这一栋 然后生出来 知识尊生 往前大 往前面 往前面拖 往前面拖 所以说这个早期这个聚位 是这种形成 不是 然后政府就按照 定出来 请闭村庄 请闭村庄